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型的连锁企业 我面对的比如说五百家大型的店 这个时候我追求的不是单店产出的最大化 这个时候我追求的就是说我每一个改革 我每一个变化能不能使所有的门店都能够贯彻 这个是我追求的东西 如果你在早期的时候你不需要搞这个东西 不需要搞这些 为什么我们说大企一定要做流程再造 而小企业搞流程的这种规则就成为企业 耶稣企业发展的绊脚石 很典型的道理 三十个人要什么流程呢 隔几个人在门口抽一根烟 早上中午吃个盒饭就解决问题了 但是如果你是拥有阿里巴巴这种两万人的团队 如果拥有比如说沃尔玛这种二百万的团队的话 如果没有流程你是不行的 但是你能不能做出一种流程 能够让二百万人同意之行呢 这就是一种能力 这个能力不是一个创业者 凭着他的智慧和脑袋就能说得出来 你如果没有那个精力 你是没办法打造的 所以我就说 是我要信任 但信任的前提是你对自己要有个评估 你知道你有所不能 如果你觉得你无所不能的话 信任的基础是不存在的 我会倾向于认为 这个世界总是有人特别擅长于做从无到有 有人特别从上于做从有到好 优秀的职业经理人 职业管理者 其实他是比较上于做从有到好 一个企业从零到一百 绝大多数的创业者 他的智慧都是在零到四十 绝大多数的管理者都是在四十到八十 八十到一百 那是所有人的梦想 但基本上人都达不到 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创业者 有所能有所不能 就是你很擅长一做零到四十的东西 不等于你能够做四十到八十的东西 有了这个认识以后 那你就就是有些东西就会出来了 第一 创业者在早期阶段 往往把身边的人都当成助理 我想你做 当你到一定的阶段以后 你要引进一种比较专业的人士的时候 你对他不是一个 他是你的助理 你必须给他充分花费 充分施展的空间 你有没有这种容忍度 你有没有这种思想准备 你愿意不愿意接受 他以跟你不同的思维方式 不同的这种做事的方式 来把这个企业做大 你可以对他有所规范 但这个对绝道部的创业者来讲 不太容易 因为他就说 我从企业从务道 有辛辛苦苦做下 你懂什么 我曾经在线下服务过一个 我认为中国很优秀的企业家 叫杜夏 天津家事界的创始人 后来家事界卖了 当时家事界引进了很多 所谓的高管 洋高管团队 当时他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他对自己退出来 引进专业人士来管理 这个定义是很准确的 他说我一年花两千万 请你们几个人 这个两千万在我看来 是买我的时间 是我的时间值两千万 我不在乎你们这些人值多少钱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禁闭的说法 因为如果没请你们来 我每天都来上班 我时间满在这边 那我企业做到上百亿的规模了 我认为我的时间成本一年 不值两千万 所以我买你们 是意味着我能够把我的时间 百分之九十以上解放出来 所以我花这个两千万 表面上看来 是花了这几个高管 实际上是买我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定义是非常准确的 他就说我 对于我来讲 我有时间去享受爬山 去摄影 我有时间去考虑下一个 生意的这个发展点 感谢大家看